深夜女孩的被子被一把拽掉 好身材一览无疑 她莫名其妙准备起身查看 这人正是爸爸 她死死盯着女孩 从上到下扫尸一番 她用手抚摸了一下女孩 随后光着脚走出房门 女孩被吓哭 久久没能回神 她不知道平常最是和善的爸爸怎么了 隔天一早 妈妈在做饭 可大女儿打招呼她也不理 而饭桌上的女孩也板着脸 她还在想昨晚发生的事情 这时爸爸也来到饭桌上 像平常一样和大家说话 见女孩盯着自己 她还笑着开玩笑 仿佛根本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 女孩十分无语 翻了个白眼就离开了 很快 妈妈将早饭端上桌 下一秒 妈妈就像饿似鬼附身一样疯狂炫彩 面部十分猙獰 过度用力地咀嚼使她脖子青筋抱起 这一幕给三人都看傻了 这时 小儿子雨中把菜吐在桌上 妈妈见状二话不说 直接上手抓起蛋卷就往嘴里炫 爸爸在旁边叫她 也跟没听见似的 她随后将吃剩的蛋卷拿给小儿子 雨中有些害怕 转头向爸爸求助 再听到丈夫忤逆自己时 妈妈明显变怜 一把将食物全部掀翻 随后就开始教育雨中 雨中成功被吓哭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如此暴怒的妈妈 妈妈什么也没说 在全家的住室下回了房间 夜晚 妈妈在看电视 前仰后合的模样和早上判若两人 爸爸有些奇怪 问妈妈早上是怎么了 可她却说今早约了人 根本不在家 反对爸爸的提问感到奇怪 看着妈妈满脸笑着 爸爸也不再说什么 与此同时 大女儿善雨在洗澡 突然听到门口有声音 原来是妹妹贤猪 可她一动不动 就这样死死盯着自己 随后还说要将弟妹杀掉 露出邪妹一笑就离开了 善雨傻眼了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带着疑惑去找贤猪 可贤猪却说自己压根没出过房门 说着就将善雨拉进屋里 希望她今晚陪自己睡 还将昨晚的事情告诉了姐姐 她害怕爸爸今晚还会过来 两人正说着 爸爸推门而入 二话不说就把两人骂一顿 随后拉开小道 缓缓向两人走去 善雨眼急手快 一把将爸爸撞开 拽着贤猪就跑了出去 没想到刚出门 爸爸直接闪现在面前 她抓起善雨的头发 把她直接从二楼扔了下去 善雨直接晕死过去 贤猪害怕极了 立马向楼下跑去 躲在厨房台后面不敢出声 此时爸爸已经找到厨房 她从箱子里拿出一把锤子 沿路继续寻找贤猪 贤猪死死捂着嘴 吓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时 他被善雨的叫声吸引 一个闪现 又出现在他身后 善雨缓缓转过身 爸爸拿着锤子就要砸 是贤猪 他用平底锅偷袭爸爸 可他没有丝毫反应 正当他准备下死手时 两人傻了 这分明是爸爸的声音了 那眼前的男人又是谁 女人拿着锤子走向丈夫 二话不说就是一锤 众人都被妈妈的举动吓坏了 他看向落单的女儿 一锤子下去 打在丈夫的胳膊上 丈夫想将妻子抱走 却反被推倒在地 他看着面前的场面满意地笑 随后转身朝屋里走去 玻璃渣刺穿了他的脚 可他仿佛没有痛感一般 依旧往前走 你什么啊 这种事情 妻子正是捂着嘴上楼 看着地上的惨状不明所以 男人一脸蒙圈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扇门 屋里空无一人 只有一把锤子掉落在地 他赶忙问发生了什么 可孩子们害怕得连连后退 因为众人明明看见妻子走进屋里 这时又从楼下上来 男人瞬间明白 他们家已经被恶魔缠上了 而发生怪事 闲猪就毫无征兆地生病了 自家窗前屋也出现了一只死猫 晚上还被邻居制造的声音吵得睡不着 于是爸爸隔天去找邻居里问 可刚进院子 就闻到一股腐臭的味道 往旁边看去 山壁上居然还有一张张人脸 每张脸的痛苦表情都不一样 院前还插了许多十字架 阴森诡异得很 他在门前叫了好几声 但没人硬打 见门虚掩着 他便悄悄走进屋内 地上满是血迹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在网里看 房顶刀挂着许多动物尸体和十字架 爸爸被眼前的景象吓到 这是何许人也 居然这么残忍 这时邻居突然出现在身后 爸爸被吓了一条 见邻居死死盯着他 瞬间大脑一片空白 慌得连话都说不利了 哪还记得自己是来理论的 简单提了几句就赶紧溜了 当晚他们再次被吵醒 爸爸没办法 只好选择报警 但现在得邻居跟白天判若两人 态度极其友善 还说自己是在制补 爸爸不吃这一套 他直接告诉警察邻居家里的状况 可当警察进去一看 白天的诡异居然全部消失了 只有满屋的布匹和一台工作的机器 爸爸不死心 将白天看到的东西详细告诉警察 但因为没有证据 爸爸还反被警察教育一番 就在大家散了之后 没人注意到邻居正义奇怪的眼神盯着爸爸 自那以后 家里就频繁出现怪事 这次还差点出了人命 爸爸赶忙给弟弟中猪打去电话 因为他是驱魔人 他的工作就是拯救被恶魔附身的人 可中猪却拒绝了他 还说今晚就会离开这里 原来就在不久前 中猪在驱魔时被恶魔暗算 最终没能将女孩救回来 而这件事也影响到哥哥一家 他们受不了流言蜚语最终选择搬家 在那以后 他的心里便留下阴影 决定不再驱魔 事后 他想起哥哥电话里着急的语气 他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为了保护家人 还是决定前去看看 听了事情的经过 中猪知道这只恶魔可以随意变换身份 为了防止恶魔再次行凶 于是让大家今晚都睡在一起 他首先到邻居家去查看 刚到门口 就刮起一股阴风 做好祷告进去院里 果然看到了哥哥所说的画面 屋里更是如此 满是倒挂的是十字架 还有一具腐烂的尸体 原来恶魔早就把真正的邻居杀害了 他就是之前被中猪重伤位置 此次前来就是报仇的 夜晚 大家都睡在客厅 小儿子起身上厕所 可他刚离开 恶魔就出现了 男孩拿着刀刺向面前的神父 一下又一下 每次就差一点 他就像有护体一般 丝毫不受伤害 剑刺杀无果 男孩只好放弃 隔天一早 众人查看监控 发现昨晚恶魔变成小儿子的模样行凶 可如此难缠的恶魔不是自己能解决的 于是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师 让他前来帮忙驱魔 随后就让小女儿闲猪去仓库 把十字架和圣母箱拿来 而自己要去机场接老师 临走前 他告诉哥哥恶魔变成了大女儿善语的模样 因为他没有喝下自己准备的圣水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 要时刻监视他的行为 很快 中猪接到了老师 可奇怪的是老师说没有让自己过来接机 他瞬间明白这是恶魔的吊虎离山之计 于是加快速度往家赶去 没想到半路遇到乌鸦攻击 翻下山坡出了车祸 四人全部昏死过去 与此同时 去仓库拿工具的咸猪也遭到了恶魔的攻击 只见身后的烤箱莫名打开 灯光开始不停闪烁 随后就被一股力量拽飞 就这样 贤猪葬身于恶魔之手 随后 善语接到贤猪的电话准备去开门 可男人一直记得弟弟中猪的叮嘱 为了防止他出门 然后将善语五花大绑在床上 这时 只有中猪一人赶了回来 还说半路出了车祸 其他人没能过来 男人让他赶紧开始驱魔 他准备好东西 告诉众人不要理会恶魔的求饶 随后拿着圣水就往善语身上散 还将十字架放在善语身上 拿出柳条就开始鞭打 不知过了多久 妻子终于看不下去上前阻止 可男人认定这是恶魔 他一把推开妻子 忽然耳边传来奇怪的声音 男人误认为恶魔已经变成妻子 于是掐着他的脖子不断大骂 快要窒息的妻子摸到玻璃瓶就砸向男人 看着自相残杀的一家人 恶魔终于没忍住笑出声 原来面前忠诸才是恶魔变的 正当他准备对着一家人痛下杀手时 真正的忠诸赶到 大念咒语将恶魔驱赶 小儿子的声音从地下室传来 众人赶过去 发现了死在壁炉里的贤猪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善语从楼梯缓缓走下 他质问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他很愧疚 连忙向女儿认错 可忠诸却搬出圣经 善语瞬间冒烟大叫 原来这又是恶魔变的 可这次他学聪明了 反向输出将圣经摧毁 见他准备杀害男人 忠诸只好使出最后一招 他将脖子上的十字架摘下 让恶魔复身于自己 随后将十字架交给哥哥 让他趁现在动手 因为只有这样 恶魔才会真正消失 可这是自己的亲人 男人哪里能下得去手 没办法 忠诸只好趁自己海里之石 把着哥哥的手 将十字架插进自己的胸袋 恶魔终于消失了 保护了家人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恶魔不断改变面貌 出现在各个家庭 导致家人自相残杀 而彼此的猜忌 仇恨和愤怒 就是滋养恶魔就好的养养 因为愤怒是最容易麻痹理性 让人失去自我的情绪 让人们陷入内心的黑暗 恶魔就是这样趁虚而入 那么看了影片 你们觉得恶魔是否真的存在 还是只是人与人之间的 猜疑和憎恨呢